马来西亚慈济雪龙分会以及联合国难民属士 共同开办了施拉扬难民教育中心 从今年开始更进一步采用全新的课程纲要 让孩子有机会学中文 多一种语言就让移居第三地多一点机会 新学年新气象 原本昏暗的马来西亚施拉扬难民教育中心 经过粉刷课室看起来比较舒适 除了改善硬体设备 今年的课程纲要也增设了中文课 学习多一种语言就有比别人多一份优势 这群难民学生中有的等待跟随父母移民到其他国家 难民教育中心除了提供孩子求学机会 更注重他们的品德教育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社会现在乱象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能借以近视教学 把这社会注入清流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在他们很小年龄的当中 就带以这种很正确的一个知识 带到任何国家去 因为我们这些难民学生 他将来都会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文化差异需要时间适应 老师寻寻善诱 孩子逐渐打破文化隔阂 学习也变得更加有趣 教育是孩子的希望 等待移民他国的同时 先充实自己 难民孩子未来更有保障 大爱新闻 昨晚近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道